法國人到底吃什麼 北京烤牙 紅炒肉 通慶火鍋 我說的是在法國的法國人 我不知道 法國每年會安排一個大投票 讓人選擇三道他們最喜歡的菜 然後就出個排名 排第一名被48%的人選擇 我希望你們已經吃飽了 因為我們馬上看看 8名 這些不是法國菜 是北非的 但是在法國特別受歡迎 就是用粗麵粉支撐的小米 不是這個小米啊 對 會搭配各種各樣的肉和蔬菜 最完美的是摩洛格的Couscous Couscous Royal 混合羊肉和肌肉 第七是羔羊後腿肉 是羊羊最害怕的菜 是非常經典的法國美食 肉質鮮嫩 嗯 六個人可以分享一隻兩公斤的羊腿 嗯 對 六個人 傳統的做法是用香料醃製羊腿 然後直接烤製 可以搭配土豆 我唯一喜歡的蔬菜 第六是清口碑薯條 Limoulle frite 這是比利式的果菜 但是法國人也超級喜歡 珠鼠的清口碑搭配很脆的薯條 清口碑是一種北可類海產 營養很豐富的 可以加洋蔥 白葡萄酒 奶油 我的媽呀 第五是白芝 小牛肉 La Blanquette de Vaux 這個白芝就混合蛋黃和奶油 比較簡單 喜歡吃中國菜以後 我會覺得Blanquette de Vaux的口感有一點點清淡 How dare you 但是這個在法國叫油牙 就是口感輕輕的 而且一般小牛肉特別嫩 第四是白芝的紅酒牛肉 La Blanquette de Bourguignon 這種牛肉需要慢燉很久很久 我小的時候記得我媽會至少提前一天開始準備 媽媽好了嗎 還沒 現在好了嗎 還沒 好了嗎 還沒 好了嗎 還沒 現在好了嗎 媽媽 媽媽 我媽的小秘密就是在肉裡面添加一勺巧克力 真的 讓口感更融化 第三是芝士鐵板燒 La Blanquette 這個應該算懂天的菜 但是我整年都能吃 桌子上放個小烤箱 大家都烤自己的奶油片 臭不臭啊 很臭 配大兔豆和冷肉一起吃 那就超級的 而且真的很吃辣啊 這個世界上 應該只有我長姑娘不喜歡吃哈克力 喂 我不愛 第二是烈鹽牛排 La Blanquette de Bourguignon 先在平地果裡剪輸 然後進烤爐 吃的時候可以加點蛋黃腔 或者愛有力 我不知道愛有力中文怎麼說 我會在這邊翻譯 或者這邊 哎呦 Code de Bourguignon在法國就是牛排的國王 牛 第一 法國人最喜歡的菜是 鴨熊肉 Le Magret de Cannes 法國西南的代表菜 雖然是鴨肉 可是和北京烤鴨完全不一樣 其實也有很多種鴨熊肉 風乾 鮮的板薯 烘烤 溫馳 鴨熊肉 較香的鴨皮 和芬蘭乳製 滿口濃香 好了 那你呢 你吃過法國菜嗎 你最喜歡哪一個呢 你可以評論一下 別忘記點個讚和關注 媽媽